高雄一位周姓毒蟲 日前多次边开车边吸毒 还把坐车变成了行动贩毒车 实在很嚣张 警方经过长时间的搜证 后续在嫌犯林雅区的租屋处待人 当场查获了34包的大麻 另外在花莲玉里镇一处山区 也有一名王姓嫌犯 藏匿土质的长枪跟违禁品 当场被警方逮捕 大批愿警一勇而上还大声呵斥 将嫌犯团团包围压制 嫌犯自知难逃罚网 被警方上靠蹲在路边模样狼狈 随后远警往车内一喵 非法物品就摆在副驾驶座 当场人张巨货 警方也在嫌犯租屋处查获违禁品 原来证明周姓毒蟲 坐视边开车边吸毒 还把坐车变成行动贩毒车 大喇喇在路边交易 警方经过跟肩埋伏 后续也在嫌犯坐车 跟林雅区的租屋处查获毒品 查获大麻共计34包 而另外在花莲则是有嫌犯 非法长枪和伪禁品 王三菱离开 随后远警下车 在竹林里寻找嫌犯 备了一番功夫 终于找到嫌犯枪支床逆处 只见一把长枪直接摆在桌上 当场查获犯嫌两人 起货第二级毒品 大麻成品100包 原来刑事局难打中心日前货报 有犯罪集团将枪械 藏在花莲玉里镇一处三区 警方经过长时间收政 也将王姓嫌犯等两人查期盗案 并起货枪支跟伪禁品 低着头 嫌犯只要靠上手铐 只是吸毒还长枪 如今落网 也得为自己的非法行为付出代价 记得综合报导